大木板从天而降十月大婴儿头被砸鲜血之柳 近日重庆于中区将于朗亭小区被启动 突然楼上飞下一块大木板 正好砸在下面路过的一鸣 只有十个月大的婴儿头上 导致婴儿受伤不清记者 来到现场看的地上还惨 留着斑斑血迹孩子的奶奶廖女士告诉记者 当时是下午一点过他推着婴儿 车正好路过这里突然头上飞过一片木板 他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木板就砸到了孩子的头上 鲜血之流事情发生后 廖女士和小区的保安感忙 把孩子送到了儿童医院进行救治 去旁边的居民介绍肇事的木板重约四五斤 背面还贴有某商家的标志 当时掉下来的速度非常快事发后 小区物业也在每个楼道张贴出了 关于此次事件的温馨提示 但小区的居民告诉我们这样高空抛物的事件 居民们希望高层的住户能管住自己的手 并经常注意阳台窗台上摆放的物件 避免这样高空坠物的事件发生 随后记者来到儿童医院 见到孩子的母亲秦女士 秦女士介绍 目前孩子的情况仍不容乐观 经诊断 孩子额头有个八公分伤口 头骨凹进去一块 秦女士他们已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警方已介入调查 秦女士表示 如果无法确认木板究竟是谁家所有 他们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